投資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上這個第18課 像素理一題 像素理一題 我想大家看我們的節目 從第一集看到第17集之後 其實時間花很長 那也花了很多的精神 跟毅力去這樣子 一直點選一直點選 那你學了那麼多的一個所謂的 價值型 我們說的以投資的角度 以投資一家企業角度 去投資一檔股票 佔了一個概念 佔了一個觀念 佔了一個想法你有的 那麼怎麼樣應用於這個實際上面 所以今天我們的這一節課的重點是什麼 幫大家做個總結 總結過去1到17集所說的東西 那所以我們這集講到什麼 準備下山帶大家賺這個投資財 所以我們今天會準備一份資料 就是你現在看到我這份資料 這份資料是要用送的 裡面什麼 就是台灣股市的股票 它的合理價位在哪裡 合理價位是什麼 就是我們這段時間裡面 所給你陳述的一些東西 標題上面我們都以相 數 理來做這個圍繞 不管是定中有相 相中有數 數中有理 然後從相可以知數 知數可以明理等等之類的 那麼我們來回顧一下 相是什麼 我們看到的股市是怎樣 股市它像鏡子 它像什麼 一個鏡子一樣 它會映射出你所看到的像 例如說你覺得說股市就像是一頭大象 它像是個迷宮 它像是個森林 它像是個投票機一樣 它又像是個連體鷹 那這個東西我們最近就已經跟你講過了 它有各式各種的像 全卻在於你怎麼去看它 而你是誰 你是誰 所以你心中要有訴說我到底是誰 那所以你必須學會哪些東西 第一個 懂得看人 視人之名 還有懂得精挑細選 一些好貨 好貨選出來之後 你還會算 我多久之內可以回本 這都是數的部分 當你知道怎麼樣回本 時間多久可以回本 那麼你要必須懂得看懂財務報表 懂得推算它的合理價值 合理價位 所以今天我們這一份表格就是在講到什麼 這些股票裡面 它的合理價位是多少 例如說像宏達店 現在200多塊 請問它的合理價位多少 我們這一份裡面有寫到 紅海 或者是說像這個 聯發科 或者是說像這個 我們再舉例來講好了 例如說像這個大力官 值多少 或者是說像 紅海 台積電 日月官 等等 就是還有可乘 像這一些 就是說 大家耳熟能詳 你所知的股票 那這些股票可能像是主流股 指標股 熱門股 龍頭股 的這一些股票 它的合理價位 就是這一張 我們今天要送給大家 來電贈送 0223913000 就是送給大家這個 長寶圖 提到的 裡面所系列的 股價的一個合理價位 那這是屬於一個免費 比如說今天你不管你網路上看到 你是今天看到 或是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有緣分剛好點到 那我們剛好也在送這份資料 那你可以來電來索取 那我們就會 贈送給你這一份 因為畢竟來說的話 給你這些價位 網路上也沒辦法秀 而且我們必須要知道你是誰 因為這種東西是不能夠給 不特定的人 因為規定嘛 價位的一個情況是必須給特定的 所以說你來電 那我們就會給你這份資料 大概就這樣子 那 數有什麼 讀懂財務報表 讀懂之外要會活用 要不去算 這家公司到底值多少錢 那麼你所操作的一個 最後一招是什麼 你的目的是強調 所以年度獲利 因為你在做一個投資 那所以我們說做股票 做股票 錢到底在哪裡 錢是在你口袋裡面 還是保管箱裡面 不是 它是裝在你的腦子裡面 所以不同的市場 有不同的玩法 不同的規矩 你做投機 有投機的玩法 做投資 有投資的玩法 所以投資就像是 你是跟人家合夥入股一樣 合夥入股一樣 你如果死抓的報表 不放一直研究 其實沒有用 要活看活用 這都是一個理的一個概念 當你懂得知道公司的合理價值 你還必須要有什麼 等待的勇氣 等待的勇氣 所以我們給你這一些價位 這一些價位 你可以等 等機會來的時候 你再來做這個 進場的一個動作 好不好 那所以另外 投資的意思是什麼 低價買入 長期分配的股息鼓勵 這是一個長期投資的一個概念 所以看天吃飯的公司不買 哪才懂得做危機入市 講這些 全部是我們之前 其實有跟你講過的 做個總結 最後 我們要下山打老虎 大賺股票發股票財 所以就是這些 我們給大家這個藏寶圖 歡迎你來電鎖群 02-2391-3000 我想你擁有這份藏寶圖 你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不用客氣 不管你任何時間 只要你看到 不管是一個月以後 或者是說兩個月以後 或者說你今天看到 馬上打 往上打 凌晨打 早上打 想到就打 因為我們都有 24小時都有人在這個現場 就是說 都有這種接聽的人 好不好 不用客氣 想賺錢 想把你過去所學的那套功夫 好好的 應用在這個實際的 台北股票市場裡面 你必須就要用這一份藏寶圖 那我們不是跟你做生意 而是真的希望你能夠發財 你要有這份藏寶圖之後 那麼接下來我們在下一節課 要開始進入到什麼 進入到這一個 左派 因為當已經練成了右派的投資絕學之後 那麼我們要開始問 誰是投機天堂的老大 誰是投機天堂的老大 請看第19集 行者棄之宅 謝謝大家 期待的 我們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